记者杨淳慧台北报道,民进党中常会金妖然典礼市长蔡志忠专案报告公民站出来,台湾公民运动的创新力量。 民进党发言人和梦话会后转述民进党主席,总统蔡英文才是指出, 民进党希望能够和各种公民平台维持正常一定的合作的关系,不需要完全认同民进党, 在同样的目标,共有的价值上,一起来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。 蔡英文指出,在传统观念里,经理人或专业人士,常常都对政治没有特别的投入, 今天看到燃点公民平台,这些年轻欧级丧能够亲身的投入来操盘, 然后发掘社会议题,这对台湾的社会来讲,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发展。 蔡英文表示,公民运动部装属于年轻人,欧吉桑也是可以做这些事, 欧吉桑的续航力更强,原因主要来自于,他的经济能力能够让他有一定的续航力, 因为人生的历练,也足够让他们更精准来找出台湾社会里问题所在。 蔡英文表示,我们看到很多社会精英碰到政治、社会议题,有些是冷漠的,有些是采取批判的。 今天看到第三种人,是积极投入的社会精英,非常值得大家感佩及支持。 蔡英文表示,政党有政治力量,政党更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撑, 让政党发挥政治力量为社会做更多,很高兴有这样的社会力量出现, 也期待与各位有共处的工作机会。 行政院秘书长卓荣泰会中报告,军人年改完成,代表年改阶段任务完成。 空无法修法完成,则是近年来首次大幅修正,是新的里程碑。 希望大家正确理解相关资讯,卓荣泰指出,空无法修法。 有谣言指出,政府要消灭十年以上机车,不过事实上,只要弃机车经过检验,可以继续上路。 也有谣言指出,二行乘机车未来不能进入空气品质维护区,但只要这些机车有进行检验,是可以通过空气品质维护区。 据卓荣泰解释,有谣言指,一、二期柴油车,以及未加装认客的柴油车,不能进入空品质,但若这些柴油车有取得第二级自主管理标章,还是可以通行。